湖北武汉市委书记回应发热门诊超负荷运转,高峰时就诊超1.5万人,目前有缓解。 工信部调拨2万副护目镜等物资持援武汉,加班加点,大批量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试剂盒增援武汉,口罩企业春节加班生产承诺不涨价。 春运客流持续下降,全力保障运输防疫物资,铁路部门再出免费退票措施,小客车免费通行,延长至2月2号24时。 昨天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发言人就各地医疗队支援武汉等热点问题给予了回应。 国家卫健委发言人表示,为支援湖北武汉疫情防控救治,全国各省区已有近千人医疗队赶赴武汉,同时调拨相关医用物资支援武汉疫情防控。 组织河南、吉林、重庆等7省市医疗队,共959人赴武汉支持医疗救治,继续筹备后续医疗队,紧急调配医用外科口罩、N95口罩、防护眼镜、隔离衣等个人防护用品,并建立临时物资库,保障医疗队员个人防护。 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 今年春节假期将延长至2月2号,针对春节假期是否会进一步延长。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会根据疫情研究下一步措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它是一个呼吸道传染病,它是近距离的飞沫传播,是它的主要的传播途径。 所以减少人员的出行和人员的聚集是一个最重要的,它阻断它的措施。 延长假期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在社区里面,留在社区里面,在家里面。 这对于我们的疫情防控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至于下一步如何,我们也要密切地关注着疫情以及疫情防控工作的进展,再进一步地来研究采取相应的措施。 国家卫健委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疫情防控已经处于关键时期,基层社区是传染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而农村是目前防疫战的薄弱环节。 目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刻,必须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包括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实行地毯式的追踪网格化的管理,将防控措施落实到复,到人。 贺清华表示,社区实施网络化管理,要做到群防群控,稳防稳控,才能有效实现防输入,防蔓延,防输出。 一是呢,要进行外来人员管控,追踪,要以社区为网格,加强人员健康监测,摸牌人员往来的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防控措施。 重点追踪来自疫情发生地区武汉市的人员,二是密切接触者的管理要加强,规范开展,流行密学调查,科学判定密切接触者。 贺清华表示,在发挥社区防控作用的同时,要密切关注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补足农村疫情防控的短板。 农村的这个医疗条件,它相对比较差,所以成为眼下防疫战的薄弱环节。 所以现在呢,我想,要怎么样呢,才能把这个工作,把这个薄弱环节补上,要把这个短板补齐,使得能够真正做到,点对点,人对人,来那个外来人,我就知道。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将此前针对确诊病人建立的综合保障政策覆盖范围,扩大到卫生健康为诊疗指南明确的疑似病人,免除疑似病人个人负担。 同时,明确异地就医医保支付费用由就医地医保部门垫付。疫情结束后,全国统一组织清算,个人负担部分由就医地制定财政补助政策并安排资金。 昨天的晚上,湖北省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例行新闻发布会,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回应发热门诊超负荷运转的有关情况时表示,过去几天里,高峰时段就诊人数超过1.5万人,通过逐渐引导大量排队的现象有所缓解。 发热门诊在前期出现了排队的现象有些地方排队还很长那么就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也专门进行了解决方案的策划和设计。 武汉市现在发热门诊,疫情发生以来,发热门诊逐日增多。 按照往年这个季节,武汉市的发热门诊全是大体上在3000例左右。 那么在过去的几天里边,高峰时段到发热门诊去就诊的人数超过了1.5万人。 那么在损失增加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发热门诊确实是在超负荷运转。 即使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还是出现了大量人员排队的问题。 针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迅速采取的解决方案,我们告知我们全体市民要在家观测体温。 如果三次用体温计,测量体温都超过,体温都高,那么我们指导指导我们的居民到社区服务中心去就诊。 我们社区服务中心配备了一些必要的设备,这个之前就有,它能够检测一些很明确的引起发烧的这些症状的,比如感冒。 那经过这次一次出筛。 第二个就是这些还需要进一步到发热门诊。 武汉市现在全市有62家医院设发热门诊。 那么就近到这些发热门诊去进行就诊。 这个过程中大家也可能注意到,即便我们高峰一万五千人的时候,所有62家发热门诊,由于地理分布的不同,由于知名度的不同,那么原来大家还是希望到大医院,到有名的医院去看发热门诊。 所以我们认为要通过逐渐的引导,类似于发热门诊预约一样,那么来引导我们的发热病人到发热门诊去就诊。 所以通过我们的工作,最近这两三天,应该是我们发热门诊外边大量排队的这个现象有所缓解。 为了第一时间报道疫情一线的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武汉分演播室里记者董倩,昨天是专访了武汉市市长周仙旺,回答了大众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首先我觉得需要您要澄清一个相关的一个疑问,因为在昨天的记者会上,省长说在湖北省的范围内防护服紧缺是特别紧缺。 但是轮到您对记者说的时候,说防护服的紧缺已经全面缓解,那么有些人就觉得,为什么你们两个人的说法会有冲突? 省长是全省的省长,他想的是全省的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我想的是武汉市的市,那么武汉市在国家动员的这个大背影之下,我已经得到那缓解。 但是呢,这个里面还有结构上的不足,比如说我们进入格尼区的,进入医院魂区的这个格尼服还是紧张的,但是总量上已经极大缓解了。 你比如说我们从山东日照,国家警济给我们调了三四五万间,但是呢,他就进不了魂区,我其他的范围可以用,是足够的,但是魂区还是紧张。 另外,离汉通道关闭以来,到现在已经几天的时间过去了,效果呈现出来是什么样的? 从目前看,关闭以后,得到了武汉市民的理解,更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武汉人外出的就大幅度下降,没有通道了,这是强制性的。 那么在阻弹传扬人员上,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 怎么表现出特别明显? 我们人出不去了。 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我们看到数字的时候,来自武汉,来自这个湖北的病例,确诊人数,仍然在一个递增的这样的一个,包括疑似,包括这个医学观察的这个数字,仍然在增长。 我们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增长? 你说的这个增长和我们关闭离汉通道这个之间,它们之间的什么关系,我好像跟你一下理不清楚。 我们关闭离汉通道是减少武汉有可能被感染的人到外面去传染。 那么对于我这个区域内,已经被感染的,已经发病的,它这个层量是不会因为我的通道关闭而减少的。 那么从流行病学发病的规律来看,我们12月27号发现首例,在所缘到12月12号,第一个病人住院。 那么按照这个周期看,现在进入高发期,所以在这个时候病人量增加,这是符合这个规律来。 这一次突发性的公共卫生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对于政府的这种治理,包括各方面社会的运行,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考验? 严峻的考验。 我们武汉呢,这个战胜过很多这样的考验。 比如说1954年的大洪水啊,1998年的大洪水啊,2003年的肺炎,2016年的大洪水。 但是面对一下突如其来的这么大的对传染病,这种资源的需求,就着紧见走了。 所以各方面的矛盾就充分暴露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以示威政府的班子,大家好无疑问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所以这种连州转,而且还转得不好,这些问题就出现了。 您为什么刚才讲连州转还转得不好? 我感觉我们应对危机的能力,我们的这些公共卫生事件,我们应对的这些办法,还需要很好的完善。 这一次我们这一个旅行呢,其实各方面对我们信息的披露是不满意的。 那么我们既有披露的不及时的一面,也有我们利用很多有效信息来完善我们的工作,不到位的一面。 那么前面这个披露的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 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又传染病防止法,它必须依法披露。 那作为地方政府,我只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 所以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 那么后来呢,特别是元月20号,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医内传染病,并进行家内传染病的管理。 而且要求疏敌负责。 那么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而且呢,在很多方面的一些强硬的措施上,不是慢办牌。 那是,可以说是硬了一排。 比如说,这个关闭逆航通道的问题。 暂停我们的城市的地铁、公交、能都或武汉出去的这个长途公交车,这是很果断的。 嗯,其实把这个不动,对于一个疾病的传播,阻断来说是最好的。 但对于一个特大型的城市,九省通区的武汉来说,尤其是叠加了春节,春运,而且是春节团聚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来说,对你们来说这个压力有多大? 一个超千万人口的城市,才居分城,他们有的时候在人类史上没有,在人类的城市发展史上也没有。 但是面对今天舆情的威胁,我们把这个门关了,有可能把疾病阻挡了,但是在历史上我们都会留下骂名。 但是我们认为,只要有利于疾病的控制,只要有利于人民生命健康安全,马国强同时说,我们承担什么责任都可以。 因为关门,最后说要问责任,说大家都,人民群众有意见,我们革职以泄天下,只要把这个余性控制好,我们都愿意。 所以当时下的决心还是很大的。 为了应对疫情,武汉市目前已经着手新建两所医院,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 位于武汉江夏区的雷神山医院正在加紧施工,预计2月5号左右将建成投入使用。 有关雷神山医院的建设情况,马上我们就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倪金一,从雷神山医院的建设现场发挥的报道。 这里就是雷神山医院的施工现场,那么它是位于武汉市江夏区的皇家湖畔。 雷神山医院的施工人员是在25号的18点30分左右正式进场,那么1000多名工人分两班岛24小时不间断的施工。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个小时,那么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地面的平整工作是已经完成了。 那么前方有一个像啄木鸟一样的大型机械是正在对地面进行破凿,那么随后在里面会铺上管网。 那么管网铺设完成后将进行这里基础工程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上面要铺设一层房屋的隔离层。 那么这也是和一般的房屋建造一个最大的不同。 它的防污染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一方面它的所有的污水是要通过专门的处理,才能进入到管网之内再排向市政。 那么同时马上要铺设的这样一个房屋隔离层呢,则是为了要防止地面上的污水,通过地面渗入到地下,对土壤或者是湖泊造成污染。 而要把整个这样的一个园区变成一个全封闭式的状态。 那么像这样的基础工程呢,大约是在四天后会全部结束。 随后呢,集装箱式的板房将运进场内进行了安装拼接。 那么据了解啊,雷神山医院呢将于2月5号左右正式交付。 那么随后呢,这里可以容纳2000多名医护人员,新增的床位1500张。 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武汉市整体的医疗资源是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 在昨天晚上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也了解到,在此之前武汉极有两家传染病的专门医院。 显然这是对于现在疫情来说永远不够的。 那么武汉现在是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已经征集了24家专门医院作为专门医院,新增床位1万多张。 我们也希望随后随着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的建成,能够尽量地缓解这里医疗资源紧张的状况,使得病人得到更好的救助。 疫情在持续,武汉市实行离汉通道关闭已经好几天了。 广大市民的生活物资是否得到保障,而价格又是否平稳呢? 我们的记者探访了武汉市的多家超市,一起来看。 上午9点多钟,记者在武汉市一家连锁超市门口看到,正值超市开门营业前夕,配送的货物已经纵达,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搬运。 货物包括米、面、方便面、生鲜等,还有消毒液等最近用量较大的商品。 超市内货价基本白满。 这两天都很好,而且那个蔬菜的那个价位啊什么都是非常平稳, 而且非常的那个就是品种和平常是一样的,都很丰富。 所以我就心安了吧,那天是有点担心,哎呀,就生怕储备不够啊,想到这几天怎么办呢,现在都很好。 在武汉市另一家超市和马先生,为了防止在超市选购的市民出现交叉感染,超市在入口处摆放了洗手消毒液,进入超市的市民都需要消毒并戴好口罩测量体温。 蔬菜货价钱不少市民在选购,记者看到价格都很平价,多数商品供应充足,有的商品只要货价一空,立刻就有工作人员上前补货,基本没有出现断货情况。 就介绍,武汉18家和马先生货品基本稳定,可以做到不打样,不涨价。 现在目前需求量最大的还是蔬菜类,因为基本上是消费者如果是在出行不太方便的情况下,他还是会优先选择新鲜蔬菜嘛,所以这块的定量激增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一个呢是加大了我们自己河马的那个基地的那个蔬菜的那个储备量,还有一个呢是让我们的这个基地啊这边加派人手来帮我们进行这个加工。 目前现在我们已经是把我们的蔬菜的定量加大到了平时的这个定量的十倍左右。 基本上我们现在来说的话,每一天在蔬菜和水果方面的这个定量已经提升到了15万份。 记者了解到,近期武汉河马的线上购物需求激增远远超过了预期,由于配送人员有限,超市也呼吁市民遇到线上配送约满时,尽量错开配送高峰。 如果确实急需购买,建议大家做好防护措施到线下购买。 另外记者了解到,近期武汉的河马先生还为附近的医院送免费餐。 从1月26号起,每天免费为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武汉第六医院提供早中晚三餐300份。 为武汉市武昌区21家医疗单位,每天供应饮用水、方便面、自热食品等物资3144份。 1月27号开始,河马除了给武汉两个医院供餐之外,又承接了浙江卫健委支援武汉的团队150份中晚餐加水果以及矿泉水。 为了确保武汉物资供应,这两天的来自辽宁内蒙古山东的铁路部门将各地捐赠的白菜、马铃薯等新鲜的蔬菜正通过铁路列车运往武汉。 1月25号晚,70余名铁路工作人员对辽宁沈阳运往湖北武汉的东北大白菜进行集中装运。 这批大白菜会随沈阳北至广州东的直12次旅客列车紧急发往武昌站。 据了解,该批次东北大白菜共计130吨,计划利用沈阳北至广州东的直12次旅客列车的行李车分10批次运抵武汉。 据了解,捐赠物资中首批20吨大白菜已于1月27号凌晨2点45分到达武昌站。 铁路部门组织卸车后将通过当地有关部门及时转运到急需这些生活物资的各个地区。 为支援疫情防控,保证当地市场供应,中国铁路呼和号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从内蒙古紧急采购130吨马铃薯发往武汉。 第一批30吨马铃薯已通过快598,快1278次列车行李车运抵武汉。 这些马铃薯将从1月26号到1月30号通过途经武汉的旅客列车行李车分批次运抵武汉池源。 每天咱们的救援物资一天一共30吨,上午1278次15吨,下午的598次是15吨。 26号,位于青岛交州的上河示范区多市联运中心接到国家铁路集团任务,紧急向武汉捐赠两个40尺集装箱的新鲜蔬菜。 接到任务后,上河示范区多市联运中心立即从交州市主要蔬菜产区进行物资调运。 当地一家生态农业公司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第一时间出菜,满足增援需求。 仅用了不到三个小时,就完成了45吨大白菜、土豆、萝卜、芹菜等所有新鲜蔬菜的装运。 为尽快运抵目的地湖北武汉,上河示范区多市联运中心科学调度,连夜组织人员装车,安排专列以最快的速度将第一批新鲜蔬菜及时运到武汉。 第二批100吨生活物资也在尽快筹备中。 1月26号,广西桂林市根据自治区关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相关要求, 正用桂林湘江大饭店作为旅游集中安置点。 到27号的下午,已经有51位湖北级游客入住。 27号一大早,正在桂林自驾游的湖北游客夜中潮一家三口,来到桂林湘江大饭店入住。 大饭店位于市中心,属于三星级。 房价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是每天180元的优惠价。 当地政府部门还为他们提供医疗餐饮和安保等服务。 来自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从26号开始就入住酒店, 负责对所有湖北级住客的体温进行检测。 27号中午,一些桂林的安心市民准备了一大批饮用水和食物送到了湘江大饭店。 卫生防疫部门每天都会对湘江大饭店进行消毒杀菌。 据了解,除了桂林以外,广西杨硕、凌川等地也专门安排了酒店,安置来自湖北地区的游客。 1月20号,戈士达塞琳纳号邮轮由天津东江邮轮母港出发赴日本旅游。 25号凌晨返航后,船上体温正常的33名湖北级游客选择留在天津。 随后,他们被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府集中安排在了一家酒店内。 驻扎在酒店的医护人员每天两次对滞留旅客的体温进行检测登记。 目前,33名旅客体温正常,没有出现其他异常情况。 他们在天津的食宿以及医疗费用全部由天津来承担。 每天下午,工作人员会对酒店进行消毒。 你好,餐给您放在这儿。 你好,谢谢,非常感谢。 为了保证滞留旅客的餐饮,酒店工作人员准备好了一个星期的菜谱。 这位乘坐游轮出游的武汉市民和10岁的女儿,目前暂时住在酒店里。 每天她都会跟武汉的家人报个平安。 现在住的酒店是四星级的, 然后我们每一天都,酒店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吃的。 然后还给你女儿安排了还有玩具。 所以你这一切都放心,而且我们每天都会测体温。 我们也会配合他们,然后把这次难关渡过去。 昨天,多地传来病例治愈的消息。 在湖北荆州市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27号上午10点,在荆州市匈科医院的大楼前, 荆州市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治愈者王某, 手捧着医护人员送过来的鲜花,走出了隔离病区。 46岁的王某此前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从事海鲜搬运工作。 1月7号,王某因发热、头痛、乏力症状, 被转诊到荆州市匈科医院门诊。 医院收治后,根据患者症状, 立即将王某转入隔离病房。 省市两级专家组,尤其是我们医院专家组, 经过会诊之后,求认这位患者, 就是我们荆州市首例新型冠状病毒, 中症感染患者。 一周后,王某病情逐渐好转,体温正常, 连续两次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阴性。 达到了国省两级的患者治愈除原理标准, 今天荆州市的首例患者已经康复除原了。 目前,荆州市匈科医院还有四名重症及微重症患者正在接受治疗。 记者从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了解到, 昨晚深圳又有两例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至此,深圳累计已有四名确诊患者出院。 在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出院的曾女士在护士的陪同下, 自行离开隔离病房来到门诊大厅。 政府院长、主任、专家都对我们很重视, 全力以赴地医治我们, 使我们能够战胜那个病魔给我们给力了。 所以说我就很有信心。 据介绍,曾女士在2019年12月底去过武汉探亲。 1月11号在深圳发病, 被送进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救治。 经过半个月治疗, 经过省市专家组会诊以后, 达到出院标准。 我们经过两次的核酸, 相对一天以上的核酸检测都是一系。 这样的就是说明她已经不具有传统的染性了, 所以我们才减除隔离。 除曾女士外, 27号晚上,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还有一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致于出院。 曾女士和这名患者都是深圳一起家庭聚集性疫情中的患者。 该家庭共有5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目前已经有3人出院。 此外, 深圳还有一位35岁男性出院。 目前, 广东全省范围内共有4例患者痊愈出院, 均在深圳。 昨天上午经专家组综合评估, 江西有两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经救治后情况良好后出院。 昨天上午,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诊的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救治情况良好顺利出院。 随后在江西平乡接受治疗的患者陈先生也顺利出院。 他们对我无意不照的关怀, 我照顾我, 让我感到我们总共回到的强大。 我忠实地谢谢你们。 今年50岁的陈先生是平乡湘东人, 曾到武汉从事活勤交易工作, 1月7号入院治疗, 1月21号被检测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重症。 经过医护人员精心诊治和护理, 陈先生病情逐步好转, 已经连续六天体温正常, 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 肺部影像学显示炎症明显吸收。 两次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阴性, 经江西省市专家组综合评估之后, 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 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 我们还是要求他在家休息好, 有什么变化其实跟我们医生联系, 建议两个礼拜左右再来复查。 通过这个病例的康复出院, 提示我们国家清新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诊断标准, 里面的诊断和治疗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我们也给予心理干预治疗, 有助于病人的免疫力增强, 有助于这个疾病的更好的康复。 昨天记者从上海市卫健委了解到, 经上海市专家组会诊, 上海两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昨天痊愈出院, 这两例确诊患者是一对夫妻。 27号上午, 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两例来自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经治疗,病情改善, 呼吸道症状好转, 经上海市专家组评估, 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 治愈出院。 据了解, 这两位患者来自湖北武汉, 其中姚某某, 男56岁, 长期居住武汉, 1月18号底户就诊后, 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入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上海市对他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排摸中发现, 其妻李某某, 女58岁, 有咳嗽症状, 随即安排其就诊, 随后也被确诊。 在市籍专家组科学指导,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精心诊治和细心护理下, 27号, 这对夫妻痊愈出院。 这些天呢, 感谢这里的医务工作人员, 对我们的无为不治的关怀和照顾, 感谢这里发现的及时, 就是隔离的及时, 采取的措施也很得力, 所以我们这么快能够康复。 而且在这里住院的这期间呢, 就是还最让我感动的, 是这里的医务人员的, 他们那些忘卧的工作精神。 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北京确定了市区两级, 共20家救治定点医院, 负责确诊病例的医疗救治。 其中呢,市集三所, 包括北京地毯医院, 北京幼安医院和解放军第五医学中心。 在26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就来到了北京地毯医院, 探访了那儿的救治情况。 我们一起来做了解。 在北京地毯医院门诊和感染病急诊区域, 患者就诊平稳有序, 没有人员扎堆的情况。 为了增加收治能力, 地毯医院呢, 从大年初一就开始腾退出了两个病区, 那我们现在经过院方的允许呢, 来到这个医务人员进入病区的一个清洁的通道, 你像现在这个肝病医科, 有44张床位就被专门用作收治, 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大年初二的时候呢, 已经具备了这个收治能力。 我们目前是感染科的所有医务人员都放弃休假了, 外科系统还有非感染系统的一部分医务人员, 也为了这次医疗救治, 加入到队伍当中去放弃了休假。 在北京地毯医院收治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中, 有两名患者被治愈已经出院。 这两例患者的一般情况都还可以, 没有出现明显的养合障碍, 入院以后我们给予他常规的一个知识治疗, 然后给了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以后, 病人其实健康状况得到了稳定。 这个救治过程实际上传递出来的信心就是, 对于这样的病例来讲, 我们是完全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一个效果的。 目前,北京地毯医院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心理疏导和生活保障, 并做好了医用物资储备。 面对当前疫情的防控形势, 各大定点医院防护服紧缺, 口罩的需求量是大大的增加, 而爱心企业也都纷纷行动起来, 服务市场供应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 针对当前疫情, 国内口罩龙头企业稳健医疗宣布取消春节假期, 24小时开足马力加班加点生产N95口罩, 外科口罩和防护服, 确保市场供应。 记者在生产车间了解到, 从大年初一到现在, 每条生产线都开足马力运转, 没有停歇过。 目前N95的口罩, 我们的产能是每天生产36000片, 外科口罩每天生产24万片。 据了解, 张秀山所在的口罩企业组成了专门的疫情应战小组, 从物料的供应到排产都有序开展, 春节期间组织380余人, 开三班24小时不限断生产口罩, 协调人员三班倒生产, 每天确保36000只成品供应。 外科口罩从元月2号开始, 三班开机生产, 每天至少达到18万片供应。 大年初一, 早上员工7点半全部到场, 385号人, 然后全力投入口罩的生产。 疫情发生后, 有不少员工放弃假期, 主动回厂加班, 希望能够尽快生产更多的口罩, 支援疫情防控工作。 不仅仅是口罩企业加班加点, 口罩包装企业也加入到配套生产中, 公司为员工统一免费发放口罩, 上下班测量体温, 在力求员工自身不感染的同时, 24小时不间断生产口罩需要的配套产品。 因为它是整个供应链要全面动起来, 光我们一加动起来还不行, 所以动用了很多先配套的供应商, 一起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所以这100多万个口罩的包装, 我们基本上已经全部完成了。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延长 2020年春节假期的通知,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延长2020年春节休市至2月2号, 2月3号正常开始。 好,我们再来看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 春运开始以来, 1月10号至26号, 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 共累计发送旅客11.86亿人次, 比去年同期下降1.5%。 那么在这几天, 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运输组织, 全力做好防疫物资和人员运输保障。 我们来看具体的报道。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312万人次, 同比减少66.0%。 铁路部门加强运输组织, 设置绿泽通道, 及时为防控工作提供运力保障。 截至目前, 全路运送口罩、手套、药品等防控物资 343匹次, 190吨。 运送支援武汉医疗队等疫情防控人员1263人。 受降雪及路面结冰影响, 昨天, 湛西、河南、甘肃境内22条高速25个路段道路封闭, 交通运输部要求各地全力保障防控物资绿色通道, 落实好三步易优先, 不检查、 不停车、 不收费, 保障防控物资优先通行。 昨天, 全国航班计划班次15586班, 航班正常率为93%, 整体运行平稳。 为落实国务院2020年春节假期延长安排,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决定, 自2020年1月28号零时起, 从前在火车站或者12306网站等各渠道购买了全国铁路火车票, 旅客自愿改变行程需要退票的, 铁路部门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 购买铁路诚意显的一同办理。 此外, 交通运输部还发布消息说, 由于2020年春节假期延长, 春节假期收费公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 截止时间也将有所改变, 免费通行时间将从1月30号24时延长至2月2号24时。 如果您曾经坐过动车去到新疆, 透过车窗您会看到戈壁上沙漠中烈日下冰雪里一个个矗立的孤寂身影, 他们就是高铁安全的守护者沙漠护航人。 延泉北车站是蓝星高铁上一个不起眼的五等小站, 位于新疆哈密市东端, 整个车站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 每隔五天才有一趟通勤车在这里停留。 这里也是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 哈密公安处燕敦东站派出所, 延泉北警务区的驻地。 54岁的张宝忠是这里的警长, 自2014年蓝星高铁建厂以来, 他一直驻守在这里, 六年来, 每个春节他都在警务区度过, 为确保高铁列车运行安全, 张宝忠每天都要带着辅警巡查线路。 我们家去有46公里线路, 我们是采取车群和人群相结合的办法。 1月24号一早, 张宝忠带着辅警开始了一天的巡线工作, 寒风肆虐的戈壁在外面待上10分钟, 就会感觉冰冷刺骨。 但老张却习惯了这样的天气, 两小时后, 张宝忠一行发现了一只羊, 四人将羊控制住之后, 老张联系了附近的一家养殖场。 早了一天, 让保护人都好, 保护人都开掉了。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了。 以后把这个啥羊圈看好, 羊不要跑到线路上, 万一一进到线路上, 影响列车行车了就麻烦了, 全好看好,好不好。 我和张警长认识六年了, 自从他来到这儿, 经常到我们这儿来宣传铁路, 保护铁路政策。 蓝鑫县刚开通的时候, 张宝忠发现经常有小动物在线路边出没, 为了确保线路的绝对安全, 老张反复调研协调, 在二十公里区段安装了加密网。 因为我们这四十六公里线路, 全处在无人区, 天天就是与野生动物家打交道。 忙活了一上午, 大家也饿了, 协警小王从包里拿出了囊饼, 大家席地而坐, 就这湖里的凉白开, 开始了简单的午餐。 老张的巡线日常就是早出晚归, 封餐露宿, 接触巡线回到警务区, 张宝忠又赶往车站, 对安全设施进行检查, 确保节育安全。 张宝忠从仅三十余年, 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派出所, 为了确保春运安全, 他几乎缺席了每个春节的团圆。 今年三十晚上了, 过年了, 家里人都回来的, 都回来的, 挺想你的, 还有几年, 张宝忠就要到退休的年龄, 退休后, 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陪着家人一起看烟花。 春节期间, 有一些人始终坚守岗位, 为的就是保障更多人的便利和安全。 在河南与山东交界处的长东黄河大桥, 它位于一吨梅运通道新河县的咽喉地段。 在春节期间, 货运列车加班加点, 每天都有上百列的货车通行, 为了保障大桥运输安全, 钢丝哥始终坚守岗位。 那么钢丝哥是谁呢? 他们为什么又叫钢丝哥呢? 我们来看具体的短片。 每天天一亮, 顿旗和工友们就要上工了。 顺着梯子先爬上距离地面16米高的桥面, 然后再顺着桥梯下到桥墩。 一番艰难攀爬后, 才能到达他们的工作场所钢梁洞。 今天人物是监察, 搞梁洞里面高厢楼船和这个针模撬针。 咱今天监察的数量是四公轿, 需要大概三到四个小时。 顿旗是新香桥工段长远桥梁车间的一名维修工。 它所在的长东黄河大桥, 全长10.28公里, 是中国目前最长的单线铁炉桥梁。 桥的下方有一条不一样的检查通道, 钢梁内附板。 通道整体为钢结构, 封闭狭窄, 被称为钢梁洞。 在这里检查作业的铁炉职工, 也被称为钢丝哥。 在这个作业这个项目, 确实有时候像做钢丝一样, 就是在一共就这个流失了宽度。 只能这个两个桥放在下面, 就是不能往外面炒, 只能一致往前面炒。 因为作业环境危险, 大家干活丝毫不敢马虎。 大桥的一百来个桥孔, 每孔都有八百多个高墙螺栓, 每个螺栓都要一一检修。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 顿旗和工友们总结出了检查五步法。 一砍,二桥,三停,四确认, 无争止。 检修时,由于火车不停运, 平均每七到十分钟, 就有一趟火车通过这里。 高速飞驰的重载列车, 距离头顶不足两米。 火车通过时, 钢梁内副板剧烈晃动, 震耳欲聋。 找到大人可以而命, 车刚过去的情况下, 对方同时跟你说话, 你肯定就听不到。 尽管如此, 顿旗和工友们却一刻不能耽搁, 一通检查下来, 要在中日不见阳光的钢梁洞里, 待至少三个多小时。 冬天在钢梁洞里面特别的冷, 它这个上下头痛, 一股货车这里面缝尽刺连, 把脸上像刀子一样搁的。 顿旗所在的长远桥梁车间共80人, 管辖桥路20多公里。 除了长东黄河大桥, 还有53座中小桥, 239座寒墟。 除了钢梁洞的检查, 这几天, 大桥还要进行一年中规模最大的桥面大修。 顿旗他们来不及休息, 就要赶去作业。 虽然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钢丝哥们乐在其中。 赶快是工作, 辛苦, 可能是也辛苦, 不过, 在为了在这个铁路形成改选, 接一份直接努力, 把这个工作改好, 我觉得也值得了。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闻您直播的第一时间,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新闻。 当地时间27号, 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即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5周年纪念仪式,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就职举行, 包括德国总统施泰因曼尔, 以色列总统李夫林,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以及波兰总统杜达在内的6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 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27号早上, 波兰总统杜达与数十位集中营幸存者, 一同走过客友德文, 劳动使人自由字样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 随后在集中营11号楼旁的死亡墙前摆放鲜花, 悼念大屠杀中的遇难者。 今年的纪念活动汇集了来自美国、 加拿大、 以色列和欧洲多国的约200位大屠杀幸存者。 相比2015年70周年纪念活动时的300人已经大为减少, 主办方在奥斯维辛2号营, 比克脑集中营的死亡之门前, 搭建起了一个白色的帐篷用作主会场。 从远处临时搭建的白色帐篷, 到我脚下的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 中间大概有一公里的距离。 他曾经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著名的死亡之路, 被押运过来的人会在这条铁轨旁边的站台上被分解, 健康地去劳动, 体弱则被直接送到毒气室。 一会儿各国代表也将重走这条死亡之路, 来到纪念碑前悼念死难者。 波兰总统杜达在致辞时说, 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害人的罪行。 奥斯维辛集中营具有象征意义, 希望其他国家、国际机构的代表, 以及全世界所有怀有良好意愿的人们, 共同将这段历史和对全人类的警示传承下去。 27日,俄罗斯圣彼得保释在东宫广场举行二战五纪展, 以纪念列宁格勒保卫战胜利76周年。 在展览中,诸如T-34坦克等二战经典装备悉数亮相, 俄罗斯军乐队在正午时分开始演奏苏联二战军歌, 许多市民在武器装备上留下鲜花以纪念在战斗中牺牲的军人。 除了二战装备以外,现场还展示了T-72坦克、 台风战车以及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圣彼得保原名列宁格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被纳粹德军围困近900天。 列宁格勒军民顽强抵抗于1944年1月27号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俄罗斯圣彼得保市于每年的1月27号都会举行活动来纪念这场战役。 再来看下面一条新闻, 27号,以下疑似美军E-11A飞机在阿富汗坠毁, 阿富汗塔利班表示对于此事他们会负责。 美方表示没有证据显示飞机是遭敌方击落的, 目前坠毁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据一段发布在网络上的现场视频, 坠毁飞机的多项特征同美军E-11A飞机吻合。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甲西德27号发表声明说, 塔利班武装击落一架隶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飞机, 大量美军士兵死亡,死者中包括中情局高级官员。 而据路透社报道,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 没有证据证明飞机是被击落的。 另一位美方官员透露, 事实上飞机上总人数少于10人。 2018年10月, 美国开始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和平谈判, 谈判已经进行了九轮。 去年9月1号双方达成协议草案 9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取消了 原定的与塔利班领导人 以及阿富汗总统的会面 同时叫停了美国与塔利班的和平谈判 去年12月初谈判重启 据路透社报道 27号一家载有135人的伊朗客机 在胡奇斯坦省西南部的机场降落的时候 冲出跑道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伊朗民航组织表示 一架卖道杠83型客机 在马绍尔港机场降落的时候 冲出跑道 驶向附近的道路 最终停在了机场外的公路上 目前伊朗民航组织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 而调查结束之后将公布结果 根据路透社报道 气象学家27号表示 近日来澳大利亚的降雨和凉爽天气 为消防员和当地居民带来了短暂的喘息期 这将或许很快结束 本周的晚些时候呢 即将到来的银热天气会增加灵火再次蔓延的风险 截至到27号 新南威尔士州总共是发生了59场灵火 其中有28场尚未被控制 根据气象机构的预报 本周墨尔本 悉尼和堪培拉 都会出现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好 更多的国际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的一座船物 27号临船失火 造成至少8人死亡 另有至少35艘船只被烧毁 据报道 这座船物为木质 有铝皮屋顶 在午夜过后不久燃起大火 当时很多人已经入睡 大火切断了船物的逃生通道 很多人跳入水中逃生 有目击者说 由于很多船只上在有丙丸气罐或天然气罐 船物起火后很快导致一连串爆炸 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当地时间27号 克罗地亚空军一架载有两人的OH58型基奥瓦 军用直升机坠入亚德里亚海 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失踪 事发后 克罗地亚有关部门出动海警巡逻船和直升机等 前往事发海域进行搜救 在水下30米处发现了直升机残骸 但尚未找到失踪飞行员 克罗地亚国防部下令 在事故原因调查清楚前 凭飞所有该型号直升机 近日暴雨持续肆虐 巴西东南部米纳斯吉拉斯州 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 导致多处房屋倒塌 造成至少54人死亡 18人失踪 超过3万人被迫撤离家园 巴西国家气象研究所表示 这是自110年前开始有记录以来 本地区降下的最猛烈暴雨 米纳斯吉拉斯州的120多个城市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当地时间27号土耳其救援人员 从一栋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中 找到了最后两名地震失踪者的遗体 至此地震救援工作结束 在正式结束搜救任务之前 数十名急救人员围拢在一起 为受害者祈祷 土耳其东部埃拉泽省24号晚 发生6.8级强震 截至目前地震遇难人数 已经升至41人 45人被成功救出 欢迎回来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也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出门的时候 请一定请戴口罩 请洗手多通风 少去人群密集处 平平安安过大年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也欢迎继续收看我们财经频道 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明天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上好 一起来看天气 今天是大年初四 今后几天 北方天气晴冷 注意保暖 华北和黄淮会有雾和霾来捣乱 而南方大部降水停止 温暖回归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南方 南方大部21号以来 大范围的降水在今天化上了休止符 并且今天南方出现降水的地方 还会进一步的减少 主要会集中在四川 贵州 云南这里会是小雨天气为主 江淮 江汉 江南 华南大部的朋友们终于会迎来久违的晴天 在阳光的照耀下 南方大部会感觉没有前几天那么的湿冷了 明天南方很多地方气温会继续回升2到6度 不少地方的朋友们会迎来1月下旬以来最暖和的一天 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有十几度的样子 像是河肥上海武汉杭州长沙和南昌这几个城市 今后几天都会是暖意融融的感觉 南方大部这种晴暖的好天气会一直持续到本月底 而在北方天气晴朗气温回升 不过雾和霾又四季出没 今天白天在华北 黄淮 冯卫平原 以及东北等地依然会有雾和霾 明天白天雾和霾会减弱一些 要等到2月1号冷空气的到来 雾和霾才会被彻底的驱散 北京买转阴零下4到5摄氏度 哈尔滨多云转晴零下20到0下4度 长春多云零下14到0下3度 沈阳多云零下11到0下1度 天津有麻零下1度到5度 乌和浩特多云零下11到0下1度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零下11到0下3度 银川晴零下6度到4度 西宁晴转多云零下11度到1度 兰州晴零下7度到5度 西安多云转晴零下3度到9度 拉萨晴零下5度到10度 成都小宇转多云4到8度 重庆多云7到13度 贵阳阴零度到5度 昆明多云2到14度 太原晴零下5度到5度 石家庄队云转晴零下3度到7度 济南多云零下2度到6度 郑州晴零下3度到9度 河肥晴零下2度到8度 南京晴零下一度到7度 上海阴转晴4到8度 武汉晴零下2度到8度 长沙队云转晴1到9度 南昌多云2到8度 杭州多云1到8度 福州多云转阴7到13度 台北小雨12到14度 南宁阴转多云8到15度 海口小雨15到17度 广州震转多云7到13度 香港多云11到14度 澳门多云10到14度 北京买转 震导 澳 写 甘